这边的话传过来就是一个 它这个按钮的相关的 比如它这个Yellow等等的属性 传过来之后我怎么得到它 就是用后面加一个点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物件引数 那我就把它get一个source 前面你会讲说 那这个button是什么 我前面讲过 强制转换的意思 如果是瓜糊 我要把得到的东西 强制转换成为哪一种类型的话 就给它比如说强制转换成为 那个自串 强制转换成为int int 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瓜糊 那瓜糊的话呢 这个地方就是强制转换为button 那并且把它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个button 丢给它 然后再去做后面的动作 再去做比对 如果这个两个相等的话 那就知道说这个button 是不是bt1 或者是bt2等等的 那这边的话呢 特别注意 再来的话呢 我们其实要特别注意的部分 还有哪里呢 其实你们比较容易混淆的 要知道就是说这个图 这个图要很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主要有几个地方 你会发现呢 我们前面会在那个 城市的最前面 会有一个implements 有没有 implements就是我要决定 谁是倾听者 有没有 谁是listener 有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必须在最前面呢 加一个listener 就是implements implements就是 我们实作一个界面 到底是由谁 去做倾听者 那如果是我在frame 表单上面做动作的话 那我就 frame就是一个倾听者 那什么时候呢 就是一定会倾听 那听到的人 要去做那件事情 听到的物件 要去做那件事情 那如果我今天在frame上面 做一个倾听 就是说 今天要在frame上面 做一些属性上的变化 implements 所以呢 我相对应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事件 那一个事件 我们刚刚不是 有没有 在那个程式里面呢 有一个action event 然后呢 会得到一个事件 传给一个1嘛 1就是event的 那个物件参数 然后会在哪个方法 这个是固定的 有没有 action perform的 所以后面就会加上这一些嘛 那这个是固定的 这是固定的 那特别注意 action events 基本上大部分呢 都是用在哪里呢 其实你可以往下看 这个图 这个图 再来的话 特别注意 哪一种事件 适合哪一种来源 那来源的话 在那个frame上面 会有button 还有像其他 像checkbox 这个打勾的嘛 对不对 checkbox 就是这个打勾的 或者像score 有没有 或者像testarea 这个testarea 就是一个区域嘛 对不对 我们前面有讲过 那testfield 就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文字方块 那window的话 就是视窗 所以呢 不一样的物件 就会产生 不一样的事件 这个应该有观念 在VB里面 所以你看VB实在太方便 点亮一下 通通不用考虑 所以这个部分 你们在刚开始 会听得很吃力 主要是因为 可能也是被VB害的 太方便了 所以这个不用自己写 但是在这里的话 你必须要知道说 button对应到 action events 那如果是checkbox的话呢 它除了说 对应到action events 还有什么呢 item events item就是项目 所以像checkbox里面 有打勾的啦 或者另外有一个什么呢 圈圈 这个也是item嘛 对不对 或者是list 有没有 list或者是什么combo box 这些都是item 会产生一个item的事件 那其他还有像componer啦 比较常见像我刚刚讲的score 就会产生一个叫 adjudgment event 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滚轮 有是有没有 这个会往下嘛 往下往上 那其他等等 那对应到的 其实你也可以看往上对应 比如说像我刚刚这个地方之外 另外还有像那个文字的部分 它有一个test listener 那对应到的方法 对应到的方法就是这个 test value changed 那有点像是我们在VB底下 点两下有没有 它会产生一个叫test changed的一个事件 那会传过来就是说呢 这边有一个events 会传过来可能 传过来可能是哪一个test 有没有 它里面有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action events讲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要继续看这个item events item events 这时候item events的部分 你们大概看一下 我刚刚提到 比如说像这边有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说呢 当我按下某一个item 哪一个 有没有 二选一的时候呢 去做什么样的变化 那程式部分 上面点了哪一个 哪一个item event 然后呢 就会触发这件事情 去改变上面label 上面我显示的文字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同样你要去思考 就是这里面呢 到底哪一些是我要知道的部分 其实你们可以再看这个 刚刚那个图 有没有 第一个就是说呢 这个地方我刚刚有提到 触发的话 item item在这里 它一定会有个lesson 谁要lesson呢 谁是当lesson呢 你要去想一想 有没有 谁要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呢 当我点的时候 会触发什么 item event 然后呢 item event里面 会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就是item status changed 然后呢 会传 也是传一个 引述 这个 引述的一个物件 那另外就是说呢 它比较 它适合的就是 我刚刚讲 checkbox 等等的 类似像checkbox 这一类的 就会产生一个item event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你们先 把这个部分呢 大概了解一下 好 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